花蓮市公所连续多年举办法律、税务以及公正联合咨询座谈会 受到了民众的肯定 今年受到了新冠状肺炎疫情的影响只有一场次 预计在11月29号下午 在远东百货花蓮店一楼登场 这次同样是邀请到法律、税务以及公正等专家 在现场和民众面对面的说明、讲解 主题跟许多人的财产配置有关系 欢迎民众把握机会 谁来到现场进行咨询 市长魏嘉杰表示 花蓮市公所原本每年会举办两场的联合咨询座谈会 今年受肺炎疫情影响 缩减只有一个场次 11月29号将在远东百货花蓮店一楼来举办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11月29号在远东百货 在一点半的时候会举办相关的法律咨询座谈 那主要的部分是因为 因我们超高龄社会即将来临 尤其在花蓮地区 那今年满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大幅增加 其实对我们来讲 未来养额防老的观念 或财产继承的观念 跟很多很多的一个财税方面 跟法律咨询的方面 都有很多民众有产生出一些疑问 那还有一些咨询的部分 那我们想要借由这样的机会 跟我们相关的法律人士 还有财税人士 一起来做联合的一个法律咨询座谈 让更多民众清楚明白自己的权利跟义务 还有未来能够预防的一些财产分配 所产生出来的问题 那我想这一切一切都是 可以这样跟民众非常贴切的 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里面 让一般的民众都能够及时 能够了解到一些法律上面 应该注意的事项 这次座谈会主题是 我的将来如何自己做好安排 将由律师来主讲 财产与分配的法律问题和策略 谈继承的规范 法定继承还有遗嘱 会计师主讲 付不过三代 财富传承的工具及案例介绍 还有公证人主讲 只想让你监护我 谈议定监护制度 整个活动是免费的 不需要报名自由入席 现场还有精美小礼物 提问就可以获得赠送 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欢迎民众 11月29号下午1点半开始 来到远东百货花莲店 一起来参加这一场 联合咨询座谈会 介统会欢迎视报道